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王一博暧昧细节被扒 曝光恋情绯闻 女方曾为男方介绍大佬 最近一位热衷观察的网友又揭露了自己的发现 就是曾经共同合作的演员似乎陷入了恋爱之中 这个爆料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而被吵得沸沸扬扬的男女主角分别是在花样年华中出类拔萃的赵丽颖和当今90后流量小生王一博 这两位都是娱乐圈备受瞩目的存在 众所周知赵丽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经历 与冯绍峰结为夫妻并育有一子 这两位演员曾合作出演过《西游记之女儿国》和《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兽》 遗憾的是 他们的婚姻最终已离婚告终 王一博是以男团成员的身份出道 最初便以偶像形象走入公众视野 作为一个偶像 自然会受到恋爱绯闻的关注 但他并没有公开过任何恋情 在因陈情令而迅速走红后 王一博也成功晋升为顶级明星 期间也传出过与恋情有关的绯闻 但始终缺乏确凿证据 这次他们的《非闻起因于一则令人啼笑皆非》的新闻 报道中提到一位男明星戴假发和异性一起去观看演唱会 从网友曝光的照片可以推断出 有个男明星疑似戴着一顶假发帽子前往了演唱会 在照片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戴着一顶黑色帽子和黑色口罩 将自己完全包裹起来 从正面观察 很难确定这个人的性别是男还是女 然而 当视角切换到这个人的背后时 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戴着一顶似乎是假发的东西 帽子下面的头发并不真实 并且有些稀疏 好像是一个人戴了一顶过大的假发 而在另一位网友曝光的照片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人的眉眼之间透露出某个当红男明星的气息 这一瞬间 大家都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想知道这是哪场演唱会 那个人是否是与谁一起去看的 难道又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很快 现场的网友迅速辨认出这场演唱会是张杰的 此外还有一张前面是秦潇贤的照片 后面坐着一位男明星 他戴着假发 进一步证实了这场演唱会的确是张杰的 而值得一提的是 赵丽颖也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丽颖参加了张杰的演唱会 成为热搜话题之一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赵丽颖和张杰的妻子谢娜是亲密的朋友 此前还在张杰的音乐视频中有过合作 这次 他不出所料的出现在了张杰的演唱会上 给观众们带来了惊喜和兴奋 此外 曝光的照片显示了赵丽颖在演唱会现场与谢娜合影 还有与演唱会主角张杰合影的情景 从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赵丽颖对于参加张杰的演唱会感到非常愉快 他戴着一顶黑色帽子 向着镜头展现出灿烂的笑容 网友们不断揭示更多线索 将那些戴假发的男明星与赵丽颖联系在一起 通过分析他们的走路姿势 相似度以及其他方面 网友们怀疑其中一个戴假发的男星就是王一波 这种行为被网友们解读未对赵丽颖的爱意 他们猜测他可能想和赵丽颖一起去看演唱会 尽管事情本来并未引起大规模的关注 但王一波的粉丝发布了一则澄清声明 敦促人们不要参与非法造谣活动 制作虚构的不实传闻 并引发了假发演唱会话题 这一举动犹如投石激起千层浪 引发了人们纷纷挖掘赵丽颖和王一波之前的往事 据透露 曾有报道称赵丽颖与王一波曾合作影视剧尤斐 尽管该剧收效不佳 但他们的合作却十分融洽愉快 两人是通过参与尤斐结识的 并因此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当王一波和赵丽颖共同参加活动时 王一波会在台阶下等候赵丽颖的到来 随后他们一同走向舞台 当王一波演唱的剧集插曲 因被网友嘲讽为不好听时 赵丽颖会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文稿 坚定地表达这首歌很棒 很好听 赵丽颖将在颁奖典礼上为王一波与一位他并不熟悉的行业重要人物进行介绍 以期能够提升王一波的地位 直到赵丽颖受邀出席天天向上 与王一波同台喝壶辣汤 大家才开始怀疑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只是姐弟情深 从那一刻起 大家似乎察觉到了一丝暧昧的氛围 尤飞播出后 关于两位主演的恋情绯闻在网络上逐渐升温 有观众发现了一些看似赵丽颖和王一波暧昧的照片 还有人注意到他们戴着同款项链 更让人意外的是胆大的港媒竟然报道称 王一波和赵丽颖的疫情曝光 赵丽颖和王一波即将携手合作 傅东宇导演的电视剧野蛮生长 后来这部剧的名称改为风吹半下 相关消息在网络上被传开 然而这一次粉丝们表现得不淡定了 赵丽颖的粉丝直接表示抵制与王一波的合作 尽管合作关系没有延续下去 但是他们的恋情传闻却一直被讨论着 这次网友们通过假发演唱会的事件追溯回去 发现两人之间似乎有很多暧昧之处 赵丽颖在七夕这天分享了一个视频 发布的时间是下午6点20分 与此同时 有网友转发了这个动态 并称其为甜蜜的朋友圈 祝大家七夕快乐 并提到了赵丽颖和王一波 一些王一波的粉丝曾经表达过 1820等于一波爱你的情感 因此 不少网友开始将赵丽颖七夕的动态 与王一波联系在一起 网友们还发现了一段卡斯百兽纺石的话 该篇热烈与王一波合作 据他所说 赵丽颖曾看过热烈 但他不敢公开称赞王一波帅气 因为担心这会让王一波饰演的陈硕生气 看来赵丽颖不仅支持王一波的新电影 还担心自己夸卡斯百帅气会惹怒王一波呢 目前 赵丽颖和王一波的恋情传闻再次引发了广泛关注 人们都在期待两位当事人的回应 如果这是真的 大家会真诚地祝福他们 如果这只是谣言 希望他们能尽快澄清 以免受到绯闻对他们的声誉产生负面影响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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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